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一看根據德國之星中文網8月19日的報導 華盛頓郵報獲取的一份美國機密評估報告顯示 如果伊朗、伊斯蘭革命圍隊一旦與中國企業達成協議 伊朗彈道導彈的瞄準精度就會大大增強 德克蘭當局也獲得來襲導彈的預警資訊 此外 也門、胡塞武莊等伊朗盟友 也可能獲取這些通過中國衛星得到的情報 評估報告說伊朗早前也向胡塞武莊、敘利亞民兵組織等 提供過從中國購買的衛星圖像 專家說由這些報導可以看得出 美國有不少人對於中國民間企業的衛星技術心存忌憚 中國商業遙錦衛星公司長光衛星技術 在2020年發布的一段6秒短視頻顯示 他們公司的商用遙錦衛星吉林一號 追蹤美國F-22隱形戰鬥機的實況 清晰地顯示F-22穿過雲層飛行 而衛星就完全不為鎖動 牢牢地鎖定了這架隱形戰鬥機 吉林一號一般被部署在距離地面高度535公里 輕角97.54度的太陽同步軌道上 而F-22的飛行高度一般都在10至20公里 也就是說兩者的距離至少有500公里以上 面對這麼遙遠的地方的一架 在地球大氣層內高速飛行的目標 吉林一號依然能做到極其穩定的識別、跟蹤和鎖定 除此之外吉林一號的強大 還在於可以持續拍攝 精度在1米之內的視頻影像 對地視頻成像解釋度優於0.92米 要記住這是視頻並非照片 很明顯吉林一號是一種創新的視頻衛星 突破了傳統單張圖片的偵察效果 可以以上帝視覺觀察敵方的地面、海面和空中目標的一舉一動 可以說為未來的戰場開天眼 當然美國媒體並沒有實質的證據 證明伊朗已經與中國的衛星企業達成合作協議 但報導仍然強調 不願具名的西方情報官員擔心 中國偵察衛星技術流入伊朗 會令德克蘭大大提高監視美國、以色列軍事設施的能力 因為這兩間中國企業的衛星光學設備的性能 是當前伊朗最先進衛星的兩倍以上 吉林一號衛星系統 是中國第一個自行研製的商業遙感衛星系統 由多火不同種類的衛星組成 預計2025年左右 吉林一號將會實現138火衛星組網 它主要應用於環境監測 城市規劃、農林業、資源管理和災難應變等方面 提供高解釋度影像和錄影 以針對政府和商業需求及時而準確地提供數據 根據公開數據顯示 目前吉林一號衛星載軌運行已多達108火 每天對全球任意地點可以實現35至37次的重訪 雖然吉林一號是商業衛星 但在軍事領位都足以發揮強大的優勢 始終吉林一號的網絡相當於在地球上空 佈置了無死角的攝像頭 地面上的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之中 無論是戰機飛行、地面部隊調動 還是各大軍事基地的部署 都在吉林一號的監控範圍內 事實上早在2016年美媒曾報導 吉林一號光學A星在當年4月中時 曾拍攝到美國費城海軍造船廠的影像 停靠在港口的美軍戰艦清晰可見 可以說掌握了這些監控網絡 就基本上可以掌握對手的所有軍事動態 內地的專家就說 美國媒體一向都擅長暴風捉影 這次都不例外 《華盛頓郵報》披露的這份 洩露出來的機密評估報告 它的內容詳細描述了 長光衛星技術股品一行公司 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之間的人員往來 名稱伊斯蘭革命衛隊曾在中國長時間停留 根據長光衛星技術官網的介紹 他們是中國第一間商業遙感衛星公司 2017年發射的民用吉林一號衛星 已經能實現50厘米的解釋度 遠遠是優於伊朗目前最先進衛星的100厘米 《華盛頓郵報》說 長光衛星技術曾與俄羅斯瓦格納僱傭兵集團 簽署了價值3,000萬美元的協議 為正在積極參與與烏克蘭戰爭的 這個武裝組織提供衛星影像 《華盛頓郵報》還披露伊朗方面 疑似尋求合作的另一間中國企業 是北京微納星空科技股份的限公司 這間企業研發的太景4號系列民用衛星 也至少能實現50厘米的解釋度 而且重量只有200多公斤 《華盛頓郵報》說 中國早年曾經是伊朗最重要的軍火供應商之一 不過隨著西方國家2005年前後 迅速推進核計劃的伊朗實施了制裁 中國暫停了大部分向伊朗出口軍火的項目 不過2015年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 一度解除了大部分對伊朗制裁的措施 中國和伊朗的軍事合作 自此就再度升溫 就在同一年兩國達成協議 中國向伊朗提供衛星導航技術 從而提高了伊朗導彈和無人機的精度 2021年中國和伊朗的外長 更加是簽署了一份為期25年的政治經濟合作協議 進一步密切了兩國關係 目前伊朗製飛機的很多電子組件 都是來自中國 在這份協議中 兩國還表示要進行聯合演奮 並合作研發飛機和直升機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為 中國會在對伊朗軍事援助方面保持謹慎 以免激發中東局勢或招致針對中國企業的國際制裁 華盛頓郵報援引曾任奧巴馬總統顧問的美國軍備問題專家薩莫爾指出 北京很可能認為衛星搖感技術並非軍事技術 因為這些技術亦可用於環境檢測、災難、響應等民用領域 另外看看大熱的網絡遊戲 黑神話吳空的美猴王動作原來是來自他的 中國廠商開發的3A遊戲大作黑神話吳空 一上線引發了遊戲熱潮 根據官方公布直至23日 全平台的銷量超過1,000萬套 精緻的場景和武打動作旺得了稱讚 而玩家操控的主角天命人 背後真身是一位28歲的英俊 專業動態捕捉演員殷海 殷海透露參與黑神話吳空的動態捕捉演員一共有17位 殷海除了主角天命人之外 還完成了黑熊禎、虎仙峰等40多個角色的動態捕捉 長達4年的拍攝期間 他說每個角色的動作都要考慮他的個性 包括物種 要細細地去研究才能呈現 每一個人物的性格、武器、甚至物種都不一樣 另外看看全球儲量第一 四川和重慶尋求葉岩器大發展 中國有著豐富的葉岩器資源 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報告 指出中國葉岩器可採資源量達到21.8兆立方米 高據世界第一 美國能源資訊署估算中國的葉岩器技術 可採資源量更高達36兆立方米 其中四川盆地的葉岩器 已提交探明儲量近3兆立方米 年產超過250億立方米 2017年中國石化建成中國首個百億方產能葉岩器田 培寧葉岩器田 四川重慶正聯手打造天然氣 千億立方米級的國家產能基地 歷增到2035年 建成中國第一個千億級的天然氣生產基地 2025年常規天然氣產量可以達到700億立方米 餘下的300億立方米的空缺 很大程度就要靠葉岩器填補 在富煤、朋友、小器的中國資源特點裡 葉岩器發展對中國能源格局 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最後看看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佔比 7月份再創新高 國際化再向前邁進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的國際結算系統資料 7月人民幣在支付貨幣排名中 繼續穩居第四位 在全球交易中的市場佔幼率 從6月的4.61%上升到4.74%的新高點 已經是連續9個月保持4.4%以上的佔比 同時人民幣還以6%的市場佔幼率 作為全球貿易融資市場的第二把交椅 高過歐元的5.8% 僅次於美元的83.2% 炸彈銀行大中華及北亞區首席經濟師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如果有關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 Long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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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